缩小后的泰迪为了躲避猫咪 意外掉进了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 为了获取衣柜上的面包 他爬到废弃的首饰盒里 费劲地拔下两枚耳钉 接着插进墙上的小洞 将耳钉给折弯 又点燃一根火柴 将手里的绳子烧断 很快一个简易的挂钩就完成了 做完这一切后他来到衣柜前 把手里的挂钩甩了出去 凭借手里的工具 泰迪顺利地爬到了衣柜上面 可面前的断裂的木板让人胆怯 犹豫过后他准备赌一把 可走着走着 木板的另一头就翘了起来 看着脚下的深渊 泰迪知道掉下去就彻底死定了 因此当浇水断裂的最后一秒 他纵身一跃跳到了衣柜对面 最终凭借惊人的臂力 又从半空中爬了上去 看着在巡视领地的黑蜘蛛 泰迪顾步地休息 赶紧顺着毛线爬了上去 看着蜘蛛往旁边的干面包 饿坏的泰迪吃了几口后 就想要把面包带到下面吃 可却正好撞进了大蜘蛛 为了不成为蜘蛛的食物 泰迪躲进了墙角的火柴盒子里 蜘蛛在外面转了几十圈后 终于不甘心地离开了 然而半夜泰迪睡觉的时候 突然被头顶滴落的水灵形 跑到外面一看 这才发现原来是热水器漏水